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小 十多岁 体弱 想自强 想学功夫 强身 继续中国功夫 学习很有兴趣 慢慢学铁打 骨伤 中医 很荣幸 学了荣春 第一个师傅是我太太的阿叔 由阿叔推荐给神灵师傅 神灵师傅在佛山泳春 跟他一路学拳 一路学铁打 学静骨 佛山静骨手法 再去广州企兰大学读中医 一路行医 一路到现在 我们下来看看 这个永春历史很多都不了解 实际上 永春派是由琴花会馆 这班做大戏的黎原子弟 发扬光大 我们的师祖爷 叫大花面感 大花面感 教了给我们的师祖爷 叫做冯少青 冯少青教了我们师公 叫做阮崎山 阮崎山教我们师父神灵 神灵就是传给我们的